人交期,此国自掏百亿美元,只为求解放军派出军队,两次就其于水火之中进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美国作为世界霸主,几乎进入了每一场战争,为何他能在短时间内? 采取如此迅速的军事行动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遍布全球的众多军事基地。那你知道我国第一次派进海外驻扎建制部队是什么时候吗?1988年,我国向沙特授出了35枚东风三导弹,并派遣出军队驻扎,至今,超过30年,这支军队仍在沙特。 众所周知,中东形势不稳,军事动荡,爆发过多次大型战争,沙特在两翼战争后,为自保向我国寻求购买导弹。 我国主扎军队在当时是为沙特提供技术帮助与指导,进行导弹的维护和升级。 不得不说,我国在东风三导弹,在当时中东地区的威慑作用。 曾经,伊拉克在是图攻打沙特时紧急退军,仅仅是因为沙特把导弹的发射架竖了起来。 在两翼战争,海湾战争中,东风三导弹可以说是威慑四方了。 所以,沙特也为此项技术,向我国支付了高额的费用。 毕竟这东风三导弹两次护国,也算是沙特的守国神了。 如果要考自身研发,先别提耗水耗力,在沙特所处地区如此动荡的局势也不允许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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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